决战决胜脱贫共坚 十岁亿中国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肩并肩新年轻 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先父带后父 携手奔小康 我国东部九省市十四个城市 帮扶中西部十四个省区市 2016年在全国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 东部地区要下更大气力 帮助西部地区打好脱贫攻坚战 东西部扶贫协作 让西部地区的脱贫攻坚起点更高 后劲更大 信心更足 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 民主党派 金融机构 高等院校 中央企业等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实现了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线全覆盖 中央单位的定点扶贫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 到2020年 307个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592个贫困线 全部如期脱贫摘贫 放心 进入 中米后到这个时间大家发动得怎么样了 我擦火了 擦火 擦火了 没有火给他种上一幕 种个大概就是按时目桌的示范机体给大家看看 在中国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中 人民军队团成发扬为民爱民的优良传统 就近就地定点帮扶革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4100个贫困村 开展教育 医疗 党建等特色扶贫 助力92.4万贫困乡亲甩掉穷帽子 开启新生活 书写了新时代的军民雨水情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歇一下 再看 歇一下 歇一下 跑不了 跑不了 这个没力气 肩负脱贫攻坚的职责使命 中央企业各展所长 推动着我国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快马加鞭 迎头赶上 好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为了这千军重诺 各地国有企业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 万骑邦万村精准扶贫 一家家有情怀有担当的民营企业也踊跃加入写下担当 大家看 这个呢 就是你们要的导生 电商扶贫 拓展出脱贫攻坚新渠道 消费扶贫 亿万国人大爱童心共同参与 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这是脱贫攻坚史上最温暖动人的中国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上